欢迎回到BOA卫视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虎妈经单元 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他到底有哪些特性呢 对做父母的来说 如何教养青春期的孩子 避免激烈的家庭革命 这可是非常难解的问题 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 交给我们今天虎妈经主持人赵婉成 婉成 各位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虎妈经节目 我是赵婉成 为人父母看到孩子成长茁壮 会觉得很骄傲 可是呢 很多在青春期的孩子 让父母很头痛 父母亲觉得孩子好像变那个人似的 跟父母亲没有以前那么亲了 不少美国家长形容孩子的青春期 是他们的黑暗期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青春期孩子的青涩和成长 往往让大人有复杂的感受 青少年的生理明显地在变化 他们的心里也有微妙复杂纠结的层面 他们认为自己几乎是大人了 但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成熟 摸索的过程当中 青少年往往会出现一些共同的行为特征 有些孩子依然的乖巧 有些孩子的行为让家长难以对付 甚至出现冲突 家长如何带领青春期的孩子 并且和孩子一起度过这段子女成长的重要的阶段 这次的虎妈经节目就要探讨迎接孩子的青春期 好 谈到今天的话题 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请到精神科医师 邵小平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邵医师你好 你好 真是非常开心 您再次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谈到从您的这个研究的角度 您的实际的这个看诊的经验 来谈到青春期的问题 的确了 每个人都是要经过青春期的 照理说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阶段 可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都觉得 哇 这青春期对他们来讲 家长是诚惶诚恐呢 你觉得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 他的变化很大 就是无论是从体格 还有这个高度 体型都会有变化 然后呢 有的时候就是性格上面 好像这个感情的变化也很剧烈 那么这个对家长来说呢 就是觉得很陌生 而且呢 以前的一种平衡 家长怎么教育孩子那种平衡 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下子觉得孩子好像 在社会上 花的时间更多 跟家里呢 就是在家里花的时间比较少 那跟父母的交流的时间比较少 那种以前的平衡 好像已经打破了 那就人就会觉得很不习惯 一个不习惯 就觉得原来你知道 该怎么教育孩子 现在你以前那一些 知道的东西 现在好像一下子都 都不存在 不那么管理 都不灵了 都不灵了 对 所以就很焦急 是是 你好像还有一个形容词 我听了觉得非常有趣 你是说 哎呦 怎么爸妈妈一回头 哇 这是我孩子吗 怎么每天 每天都不一样 对对对 一下子被一个大人似的 长那么高大 对对对 一下子那个声音也变了 一下子很多 都对变化很大 对 所以大家都在一个 好像适应的过程 而且都出其不意的这种变化 可能每天都带来一些惊喜 或者是挑战 对对 同时都有 惊喜和挑战同时都有 对 尤其有的时候害怕挑战 就是听说 听其他的家长谈到 孩子在外面 谁家的孩子又抽烟了 谁家的孩子又喝酒了 有些时候就会 诚慌诚恐 还有这一方面 怕不是所有的东西 你都知道 所以就很害怕 有那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对很多家长就在 我儿子还没有进入青春期 以前就先警告我了 对对对 你要小心 要当心 对对 这其实青春期孩子的 这个生理变化很明显 性特征的逐渐的出现等等 对 所以呢 他们 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吧 是不是用奇怪 这两个字可以形容呢 对 我觉得奇怪 有的时候有奇怪的感觉 也有欣喜的感觉 也有不安的感觉 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对他们 对 你讲不安 我可以取我自己的例子 但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身体开始发育了 有一天我忽然觉得 哎呀怎么我的胸部在成长 我就非常非常的惶恐 回到家就一直跟我妈妈吵 叫我妈妈给我做一件 特制一件紧身的小内衣 来压抑 压抑这个胸部的生长 妈妈被我吵得实在是没办法了 可见我那时候一定很麻烦 所以妈妈真的还做了一件 小衣服给我 但是这个衣服 并不能够压抑成长的生长 但现在社会环境改变了 现在很多少女还没有成年呢 就吵着叫妈妈带她去扩大尺寸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要扩大尺寸 或者压抑她的生长 对青少年来讲 青春期孩子来讲 他们其实是 他们很迷茫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惶恐的 对 就像我们自己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都自己经过青春期 那看到现在 从家长来说 看自己的孩子 现在经历了青春期 那么我觉得第一点 就要理解他们 他们也很迷茫 英文说lost 就是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该怎么摆正 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 在家庭里的位置 那么很多事情 他们就 这个时候更需要家长 其实更需要家长 给他们支持 对 但是讲到青春期 明显就是说 长高了 长胡子了 声音变了 女孩子出现了 各种生理的变化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生理的变化 是不是也影响孩子 这个行为 或是想法的 一个主要的因素呢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生理的变化 让他们会觉得 他们自己是成人了 他们觉得自己是大人了 那么他们就想 在大人的社会里 要找到自我 那么这个就对 他们的心理 其实有影响 他们就是在找自我 找他自己的 叫identity吧 定位 对 定位 他要定位 那么这个过程 他在寻找 他寻找 他要试 就是不同的途径 找到他自己的 他不想完全跟父母一样 他要觉得这是他 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 所以这对他的 让他身体觉得变化了 在镜子里一看 再也不是爸爸妈妈 以前的小baby了 小小孩了 那么所以对他的心理会有影响 对他的行为 他也要想做的事情 可能不能跟爸妈妈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中间 确实有这样的影响 就从脑子发育来说 他们的脑子那个时候 在完全进入青春期 叫puberty之前 有一个很大的飞育 脑子其实脑的前脑部分 我们叫prefrontal cortex 他有一个大的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他想法也很多 从这个他的认知 也有一个很大的飞育 所以他从行为来说 他还经常会跟父母辩论 跟同学辩论 跟父母辩论 所以这个因为他的想法 比以前就是更近了一步 以前是非常的具体的 现在会有推理 所以这些就是很大的一些变化 对他的思想在变化 在探索和争论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对的 但有的时候有他的道理 就是看父母亲 怎么样来跟他们沟通协调 怎么样来互相欣赏 这个字可能是 对确实就这样 互相欣赏 互相欣赏 不然的话可能就互相对立 可能引发了很多的问题来了 那么讲到这个青春期 现在还有一个词汇 不晓得您怎么来看这个词汇 叫青春期正后群 听起来好像很多证后 你刚刚已经举了一些例子 比方说喜欢跟父母亲争辩 因为他们自己的想法等等 是不是还有一些 比较偏向于需要治疗的部分 您从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来 以及您是一个心理医生也是 看看这个证后群 我们真的要那么紧张 害怕地来面对它吗 我是这样想的 青春期孩子有它的特点 但是这些特点 如果不影响它整个的 它的社会功能 它在家庭里的就是行为 比如说孩子的主要工作 它就是应该学习学好 如果不影响那一些呢 可能不是一定需要治疗 等到它如果对它的学业有影响 对它的交朋友也有影响 这一些个影响 它整个的在 它的生活的对它的幸福 有影响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些治疗 讲到证后群 听起来好像是很负面的 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对好像有病 其实我想证后群 可能就只不过讲一个青春期 多数孩子所有的一些特点 那么至于你要讲到它证后 那一定要上到临床角度了 一定就是要影响了它的 整个的它的学业了 影响了它做孩子的 对自我的感觉不好了 就是已经很有忧郁 或者有其他的了 有其他症状出来了 那这样才需要治疗 是是 那么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孩子 我们好像都 讲到青春期 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 有点恐惧跟胆怯 事实上很多孩子 还是平安顺利地度过 很愉快的 并不是给父母亲带来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在家庭里面 有的孩子非常容易 有的孩子很不容易 我采访了一位女士 她是一位护士 这位女士就是说她五个孩子 那么其中的前后都很好 当中两个孩子 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到现在有一个孩子 已经22岁了 还是没有办法 能够脱离青春期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看 这位护士她怎么说 我的两个儿子 青少年时期 喝酒 抽烟 旷课 有很多的不良行为 一般情况是 如果我不听话 行为不减 我就会得到父母的关注 如果我是个好孩子 妈妈就不会把我放在心上 人们把注意力放在负面的行为上 好孩子反而得不到称赞 青少年希望被伙伴接纳 想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 总想跟着大伙混在一起 他们爱说大话 不断地试探父母 看看能得逞到什么程度 总是在试探父母人寿的底线 我家在不同时候 有几个青春期的孩子 带领他们度过青春期 非常的困难 我正在熬过这个阶段 这个妈妈用她正在熬过这个阶段 来形容 不过也不要忘记 她跟我讲过 她前后的孩子都很好的 就中间这两个特别麻烦 那是不是她谈话里面 您来分析一下 也带出一些共同的一些问题呢 对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 就是不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 不是每一个孩子过青春期 都是这么难的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从我们这个生理学的角度来说 或者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每个人脑子形成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性格其实有不一样 性格不一样 这个英文说temperament 它可能对环境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尽管五个孩子 不是每一个人对相似的环境 都有剧烈的反应 都会剧烈到做一些 父母亲看了害怕的事情 那么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那就是心理角度来说 有的时候老大和老小 经常会得到父母的关注 那么中间的孩子 有的时候呢 就是父母可能没有 那么那样的注意他们 他们也可能希望得到注意 那么老大老小 什么好的都做了 那么我们做什么呢 也做一些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些现象 还有他们所交的朋友 所交的朋友很重要 所以父母这个时候又讲到 我们父母的作用 要关心孩子 还没有进入青春期 我们就要看孩子 交什么样的朋友 要引导他们 那么进入青春期了 就不会走得很远 对 人家说青春期是第二反抗期 在这样第二反抗期的时候 这个孩子叛逆的问题 是非常常见的 经常困扰家长 我们下面来看看 有一个家长 他就跟我说 他儿子16岁的时候问题很多 不过这个儿子是很有才华的 我们先来看看 这位家长怎么说 我儿子16岁时 他老吵着要拥有自己的汽车 每次我们的交谈 都困在他拥有汽车的欲望方面 儿子当时经常蛮叛逆的 可是没过一阵 他又变乖了 又对我很贴心了 如果他觉得跟我交流得很好 他就很满足 他总是跟我说东说西 我会跟他唠叨一下 认为他是在顶嘴 他说 不是在跟你顶嘴 而是我有我的理由 有话跟你说 我们要特别一提的 刚刚就在采访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弹吉他 还有画那个汽车 就是那个16岁的儿子 这个16岁儿子现在19岁了 妈妈现在说 他终于慢慢脱离了 但这个儿子很有才华的 他虽然吵得要汽车 但后来他妈妈终于给他一辆汽车 是因为妈妈认为说 他到了18岁 那个时候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驾驶人 所以妈妈才很安心地 买了一辆汽车 给他当生日礼物 而不是 当然不是那种 所谓的老人家开的自动汽车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父母亲在孩子叛逆的时候 是不是父母亲还得做点妥协呢 对 我同意这一些 孩子很叛逆的时候 看他叛逆的是什么东西 像这位小小孩 他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他就喜欢汽车 其实他在寻找他自己 他就是觉得 他喜欢这样一种汽车 这种汽车可能能够反映他的个性 反映他的特色 他要表现出他跟人家不一样 他 所以呢 这就是他喜欢汽车 所以他一直跟他母亲说 他要一辆汽车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还提到 就是母亲呢 一开始不敢给他 所以呢 因为太小 太小的孩子 我们前脑没有完全发育好 所以呢 有的时候会冲动 那么有危险 等到18岁了以后 尽管理论上来说 多数要到21岁以后 但是现在呢 就是这位孩子到18岁左右 因为母亲觉得 因为母亲对孩子比较了解 母亲觉得 他能够控制这些情况了 就做一些妥协 我觉得母亲不能每一样 父母有的时候呢 要尊重孩子 青春期的孩子呢 也要受到尊重 这个其实是给孩子一种感觉 是怎么做成人 成人在对待我的时候 尊重我 将来我也会尊重别人 所以不能每一个小事 大事都都一定要 我的方式不是你的方式 这以后就会教育孩子 变成老师有很强的控制欲 那么对 我觉得这个妥协 是是 这个妈妈还讲到 就是说他儿子跟他讲 说妈妈 就会说妈妈就 总是好像有点唠叨啊 就听我的这样子 这儿子就很生气 她说我有话要说 你听我讲啊 这个刚刚您也谈到了 孩子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 特别青春期的时候 所以他的意见在抒发的时候 家长是要好好地听着的了 对 就是我们的心理学家 叫很有名的 叫Pierre Jay 他讲到在青春期的时候 孩子呢 就是他的整个的 那个Cognitive Function 他的认知能力 有很大的增加 从家长角度来说呢 这个时候就要看到那一点 应该欣喜地看到那一点 孩子能够跟你 平起平坐的交流问题了 跟你的想法 你的思维的能力 到了那个程度 所以要听一下 不能老是 还是像他小的时候一样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你要这个很具体的 所以我觉得孩子 这个是对的 妈妈你要听我讲 那妈妈这个时候觉得 不应该觉得 他怎么这么没礼貌 觉得如果你是个成人 如果我跟你是同事 你说你能不能听我讲一下 你会觉得很正常 如果你是小孩的话 总觉得我应该高女 这个时候应该觉得 这种时候 还是应该用自己的行为 来教育孩子 怎么尊重 相互尊重 对 所以父母亲不能就是 用上对下的那种方式了 应该一个比较平等的方式 对 对 讲到这个平等的方式 的确很有趣 因为我采访了一位 一位徐先生 徐建均博士 他就谈到 他自己跟的儿子 几乎就是像朋友一样 body buddy了 那么他的太太就笑着说 我有三个儿子 老大就是他 他的两个孩子 一个14岁 一个16岁 他这两个孩子呢 跟父母亲的关系 我就特别问他了 进入孩子青春期 典型的14 16是青春期了 你的孩子跟你 有没有好像关系上 有点改变 他说完全没有 哇 这个完全没有 我听得非常的惊喜 也觉得很好奇 下面呢 就是徐先生跟我谈到 他是怎么样来带他的孩子的 我们来听听看 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 我们跟小孩从小到大 花的时间比较多有关系 这两个小孩 就是一直是我跟我太太 两个人一直在大的 每天上下班 忙完了之后 回来基本上时间 都是跟小孩玩在一起 所以他们做课外活动也好 做学校的一些 布置的作业什么的也好 我们跟他们在一起 花的时间比较多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都比较熟悉 在一起做事 就会有很多的交流 就是父母亲要有一个 自我牺牲的这种精神 所以有的时候 最好是多花点时间 去做一些孩子关心的东西 孩子比较喜欢的东西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有一种安全感 他如果觉得 问我做错什么事情 我爸妈妈都在那 为了我 他有那种安全感 要不他出了问题 也不会回来跟你讲 刚刚这位 徐建均博士的采访里面 谈到的几点 我觉得非常的 我们可以直接特别 提出来讲一下 他首先还跟我强调 他孩子 他跟他太太两个 从小把他孩子带大的 他们并没有假手 与任何人 也没有请父母亲过来带 也没有送回中国去带 他们就花了很多的心力 同时他还强调了一点 父母亲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下班回去什么弄 赶快全部放在孩子身上 所以像这样的全新投入 是不是 这父母亲还得有一些方法 不是说你完全投入就好 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是他所花的时间 还有他的时间上的这个质量 对 我觉得看他们小孩 都是看起来很快活 跟父母亲在一起 这个就是 我相信他里面他很谦虚 他肯定很多方式 他也没有具体的讲 但是他里面的原则 他告诉我们了 他的原则就是 让孩子一直觉得 父母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无论他们碰到了什么 爸爸妈妈都在那边 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 因为家庭是应该一个 温馨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安全岛 他两个孩子都觉得 很温馨 很安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他们我想 父母亲确实肯定 做了很多牺牲 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 对 我觉得他们不但花了时间 他们其实做得很成功 里面很多东西 他们太谦虚了 没有完全 我希望他们能如果以后有机会 能讲得更多 我们可以学得很多 是 是 这个徐先生他有特别谈到 就是说孩子如果做什么事情 做错了 哎呀他怕回到家里 别把妈妈谴责 所以他犯错 他不跟你讲 他出了问题去找他的同伴 寻求comfort 寻求这个慰藉 安慰 所以到时候如果交到不好的朋友 那不就糟糕了吗 是不是 所以他就强调这一点 另外他还有讲到一点 他讲到说 他尽量去做一些孩子喜欢的事情 关心的事情 他举个例子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就说 当那个职业男篮 NBA的这个男篮 华裔的好手 林书豪打球 突然爆红以后 他的老二就对篮球 哇 开始着迷了 所以他就心想 哎 这个机会很好 他就跟他儿子讲 哎 篮球的历史 篮球的故事怎么样 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篮球嘛 哇 这个儿子当然就很开心 那么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 还父子相处 当然一定把那个关系 拉得更亲密了 对 对 我觉得他这里面 尽管没有强调说 我是你爸爸 你什么都要听我 但是他用他的知识 让他孩子振服 你看我父亲总是走在 比你前面一步 就这个其实也是教导孩子 怎么学习人生很多事情 我觉得他这个 这个父亲是父母亲 都做得很成功 这两个 是 其实我采访他 因为我自己很惭愧 他说父母亲要自我牺牲精神 下了班以后 就全部把精神换到孩子身上 我经常下了班回去以后 我就累得个半死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哎呀 没什么精神 或者是说快活不起来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抱歉 家里气氛没有办法 让我来带动的 很活泼欢乐的气氛 所以是不是做家长 有的时候自己要反省一下 但其实蒋老师 他这样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 他也学了很多东西 他从他的孩子 就像你说 从他的孩子身上 他得到了孩子 受孩子的影响 那种精力 精力旺盛 还有一些新鲜的知识 我想他如果没有这个儿子 对这个篮球的兴趣 他也不会去学那一部分知识 所以对他来说 就是帮助孩子过青春期 其实不但对他来说是 好像不完全是一个任务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些快乐的一个成长机会 对一个成长机会 的确 那么讲到了孩子 我们刚才也稍微谈到了 就是有的很容易就过了青春期 有的比较困难一点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快到尾声了 请邵医师来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同时做您的结语 我觉得对青春期的孩子 我们就是一个要支持 继续支持 那么还有一个呢 对青春期的孩子要理解他们 要倾听 要倾听 还有一个尊重 要尊重 还有让他们觉得 他们是很重要的 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有 我们的 我们讲英文叫set limits 就是底线 要有底线 有的时候孩子如果走得远了 我们作为家长的 还是要把他教育他 我们有我们的 我们的value在这边 所以还是要对 还是请他们过来 那么回到最前面 我们有的家长很害怕 觉得青春期是个黑暗期 其实呢 青春期我们觉得 其实也是一个家长和孩子 有个很好的机会 一起成长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时期 是 非常谢谢邵医师的解释 最近说过很多 的确在迷茫啊 好奇啊 探索学习当中 孩子们成长了 度过他们的青春期 长大成人 那么在这个四种 非种的这个阶段里面呢 其实父母是担负了 非常重要的引导的责任 而且这个引导的责任 是从孩子小时候 就要开始来建立的 对对对对 不是不是最后一段时间 等青春期了 忽然想起做这个父母 这个就是像徐先生 他们从小对孩子 对小孩从小就开始了 是这关系的建立 对对 用心下去 好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节目嘉宾 精神科医师少小平 来参与非常高兴您来 同时也非常谢谢朋友们 收看虎妈今节目 我是赵婉成 再会